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觉得我们的VSB schoolboys已经尽力了 他们已经为我们的孩子争取 应该争取的 那省政府应该做它应该做的 今年省政府也有 surplus 那些多余的钱跑去哪里了 是不是应该投资在我们孩子的教育中 培养未来的接班人 另外观众也有表示 好像叶太一样 就说现在的公校经常都有筹款活动 就令到家长觉得压力很大 另外有位Lawrence就说 今次的事件就觉得是一场政治把戏 就将学生和教育无辜受害 其实两位我们都知道 根据本省的教学法 其实教育局是必须要有一个平衡预算的 否则就正如你说的可能有机会被解散 然后就聘请一个特别的专员去管理教育局 直至下一届的市选 但是很多评论就说 其实在今次由于这个时间上 学务委员手上的筹码 谈判筹码比较多些 因为明年省选了 估计省府都不会做一些那么强硬的手段 那两位对于这个说法怎么看呢 我觉得可能省会在这个时候更加容易 就是肯去听一下 温哥华教育局的委员的申诉 或者他们的需要 的确是有一个关键在这里的 因为明年省选了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是先是学生的教育问题 怎样可以提供最好的教育 刚刚有个听众说 就是他说其实省政府仍遇在这儿 还有我们看看省政府的对其他方面的开支 比如他用1500万去买广告 广系BC在自由党管理之下 怎样好经济怎样好 就业是怎样好 我觉得这个1500万就可以 我本身作为一个纳税人来说 就是觉得这个钱其实应该是用在教育方面的 投资是比拿来做广告 来到卖自己是多么有效的 因为你做得好与不好 我想我们做市民的是可以看得出的 是不是感受得到的 那我个人看到我们周围的朋友 亲戚和社区上 他们都觉得在过去15年内 生活越来越艰苦 可能和贫富的差距又越来越大 好像有些父母就说有筹款 就是最基本的学校供供应用 比如颜色笔或者是书保 那些作业保那些都要去家长去筹钱 那么公共教育是公共 我们纳税人的钱是不应该就是要加钱的 那现在因为学校经费不足 很多这方面的再加上课语那些课程 以前是譬如有音乐体育这些课程 现在已经剪得很厉害 差不多没有那样 那家长为了给自己的小孩 有些机会去发展不同的天分 要自己钻银河包出去给钱这样来到 本来这些含量都是在政府 在公共教育里面包括的 都变成是家长私人 那你家庭环境好可能没问题 比如是住在西区那些 那在东区来说 所以我们有东区和西区的不平衡 教育虽然大家都是公立学校 但它有一种不平衡的情况存在 我觉得是很不正常的 Richard 你又不同意这个说法 我不同意 他说了很多的课程是不见了的 照我看 好像我在本来比来说 我们本来比教育局 其实是他们的控制开支 我可以说是比较好一点 好像我有三个小朋友 在公立学校读 最小的那个已经毕业了 也都见到他们在音乐的课程 是有所得益 也都没有见到他们有削减的问题 那变成了 我不觉得在一些课程里面 当然有时要管理 就是学音乐课程可能人数加多一点 因为乐队大 也都是可以增加学生在每一个班方里面 我不知道路温哥阿九是怎样 就是对他们的管理方面是怎样 另一方面来说 其实家长也是很参与 这个学校里面的学生的生活 他们的课外活动 很多时候家长会大去 好像你参加一个音乐节的学生活动 家长有时都会自己开车 或者是跟其他的家长一起送那些学生过去 所以学生家长会 其实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同时省政府也在这方面 其实每个学生 我们学校大小不论 每个学生我们每年有大概20元的资助 是给他们有少少的资助 有些课外活动 由家长会控制这笔钱怎样用 Richard 我又想问一下 讲到省府对教育的撥款 我们经常就那个概念 就觉得说对功效的撥款 但以我所知是不是所谓的撥款 其实本省都有撥款资助私校的运作呢 那这个情况其实公不公平呢 其实我们资助私校是根据它的课程 是跟这个省的课程就是融合得多少 如果是融合得多的话呢 是可以多一些的资助 就是跟省的课程比较少联系的呢 就比较少资助或者没有资助那样的 其实私校是可以保证这个功效的不足 因为私校是有些在宗教上面是有特殊的一个需要 有些是在一些比较 他们想有些课程是比较专业一些的课程也都是提供的 那他们这些学生其实有得到资助呢 他们可以减轻这个在公校的撥款 因为一个学生如果不读私校的话呢 如果是一半的资助 当他百分之五十 那如果这个学生在公校那里的话呢 这个省政府的撥款反而会多了 因为会100%是8千多元是给他 假如是他读私校的话呢 我们只可以保助他4千多元 就是这类的分类 当然这个百分比是对他的课程是分类的 有些是30% 有些可能45% 有些60% 就是变了具体数字我都不太记得 但是有三类的分类 那最后两位可不可以简单的作一个预测 其实要教育局 其实要在6月30日这个限期之前 八字平衡预算 最终两位估计 会是省府让步增加部款 还是教育局会找出地方来可以削減开支呢 可以短短地做一个预测 我觉得可能两边都要做一个妥协 我觉得可能在两方面 一方面就可能会 怎样去削減一些开支 又不会影响到课室的学生的教育 可能在行政方面 削減一些开支 另外政府可能都会增加少少这样的资助 我想提一提就是看政府的那些 就是看一看其他那方面 开支 可不可以在那方面可以省一些 譬如不要买一千五百万的广告费 那些那些 将那些钱省回来资助教育方面 或者看一看其他方面 譬如省长不要坐私人飞机 那里省回一些钱 不要请摄影师帮他拍照 那些在这方面省些钱 来将那些钱 纳税人的钱放在公共教育那方面 Richard可不可以简单地说一说 省府还有没有多些撥款的空间 真的有很多意见 有些比较正当性的意见在里面 但我觉得其实最主要就是 学生教学的质量 还有学生在今次的事件当中 他们有没有受到伤害 所以教育厅长其实是很有诚意 就和这个温哥华教育局 已经在两天前坐下 然后大家有交流 我相信在未来 在这个6月30日 在这个温哥华教育局提交 最后一个预算之前 应该有一个比较明确 这个温哥华教育局是会怎样做的 再次多谢两位今晚参与讨论 今晚事事平台节目时间差不多 下星期再见